初今天水汽减少 只有银峰面北部和东半部云浪比较多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宜兰地区又零星飘雨 新竹以南则是大多可以见到阳光 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今天温度明显回升 中南部花冬高温可以来到20到24度 感受上温暖舒适 北台湾则是因为云浪还是比较多 有局部飘雨 高温回升幅度比较小 预估是在17到18度左右 不过各地今天清晨地温还是偏冷 西半部东北部12到14度 花冬15到16度 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日夜温差 最后是今天东北风虽然逐渐减弱 在东半部包括蓝雨绿岛 还有恒春半岛沿海 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提醒您到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 以上新闻由土伟茨编辑播报 上午8点请继续收听整点新闻 新闻网UDN.com 给你更多即时新闻 今天雨天每天都像你 Puff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欢迎您锁定Puff Radio的 Puff壮新闻 我是刘兹林 今天是2月25号星期五 请锁定Puff Radio联播网北部FM91.7 陶珠苗FM90.7 各位听众朋友呢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APP来收听 或者是透过YouTube的直播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YouTube官方频道 917 Puff Radio 今天呢 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国际上战争的情势 那当然其实在国际上 情势的变化跟地言 大家也发现了 其实在经济上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 尤其昨天呢 俄罗斯的股市盘中一度大跌50% 大家都在关心的是 接下来物价的上涨 可能会牵动全球经济的变化 那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 带大家来关心 不过今天节目当中 大家应该发现我们有来宾 这位来宾呢 是10亿多媒体的董事长 黄文德黄董 黄董早安 早安 知灵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其实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 这个艺术经济 特别请到黄董来 其实过去国内 在大家看展览的同时 目前在昂党的 或许大家听过天才达力展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可爱的展览 拼鼓 这个企鹅的展览 在科教馆 那过去还有包含了 Team Lab 一些比较投影 跟科技相关结合的展览 其实呢 都是10亿多媒体 过去在背后达力策划的 那台湾在艺术经济方面的领域 其实多所琢磨 那过去几十年来也很努力 不过大家可能对艺术展览的品牌 没有这么熟悉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黄董你来介绍一下 你自己 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黄董你为什么跟艺术经济有关系 你本身就是念艺术的吗 我本身其实不是念艺术的 我本身是一个理工背景的一个学生 经过理工训练的学生 那我本身呢 是这个经营工程顾问公司 那为什么工程顾问公司呢 会跟这个艺术发生关系 对好像听起来有一点没有逻辑性 是是是 事实上我们因为是工程顾问公司的领域 里面有很多领域 其中有各类各式各样的设计 比如说建筑设计 比如说室内设计 比如说这个各式各样的工程设计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是追寻这个美跟功能的一个过程 所以本来在设计过程里面 对艺术对美的东西 就会有保持高度的一个兴趣 那么会成为实义多媒体的董事长 主要是因为我的好同学 他一直以来就是副主持 实义多媒体这个公司的业务 那他也在整个艺术市场 跟经济市场里面非常有名 他叫林一彪 那么所以会从理工的背景 接触到这个艺文的背景 也当然也受我同学很大的一个影响 好其实大家可以听到 过去在这个艺文界 大家互相影响 所以不含包含了工程 公共工程以及我们事实上 在艺术展览方面 都需要很多的跨界整合 还有多跨领域的一些探索 才会让台湾的美学意识 在在的提升 那刚刚董事长其实也提到了 十亿多媒体在他公司 其实或许大家很好奇 因为小时候我们看过很多展览 我记得我小学国中的时候 最印象深刻就是去历史博物馆 看墨内展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印象派 我印象蛮深刻的 然后也先起一波热潮 因为当时大家还不知道 所谓的纪念品跟这个伴手礼的概念 但是那个时候就做出了一波 董事长可以谈一谈 十亿多媒体其实当初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后来又做了什么事情 是是 十亿多媒体其实它的前身呢 是在中国时报里面的一个部门 那么早期各位知道 我们国人要到国外去旅游 去看展览 看这个所有的大事的增绩呢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毕竟呢 在1993年那个年代呢 出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么所以说当时呢 十亿多媒体就 中国时报系就开创风气 先引进了这个墨内特展 那一次的墨内特展 当然也造成很大很大的轰动 因为传统上面 我们只能在这个书本上面 或者是有限的电视节目上面 来看到它的这个作品 那所以这次的作品引进之后呢 这个国人非常的喜欢 那么所以中央时报也开始 慢慢重视这个市场 那同时呢 我们就在1998年的5月的时候呢 就成立了十亿多媒体 来专注引进这个主要博物馆 跟美术馆的这个艺术作品 那当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是陆陆续续 就呃... 呈現一個很豐富的作品 所以這幾年來 從1998年到今年2022年 其實十億影機數百檔的主要的展覽跟演出 那麼也創造很大的口碑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中正紀念堂辦理的天才達力展 那這個部分觀眾的口碑就非常非常好 因為畢竟我們這次從巴塞隆納借來的這個展品 真的也是非常的難得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借了100多件的作品來 這100多件的作品呢 這個借展費用 當然我們就不方便透露 但是光是空運來台相對保險 相關的費用非常的高 保險費的這個理賠的總保額是27億 27億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天文數字 那麼所以這個部分呢 也是十億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當然十億在2020年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就離開了這個汪汪中石的系統 那麼變成一個獨立經營的一個公司 所以我也是在2020年的時候呢 就加入十億的這個團隊擔任董事長的職務 那這個是我們十億最過去的一個歷史 董事長其實有提到最近在安檔的天才達力展 我們稍後會來了解一下細節 不過在此之前我們也想要了解說 藝術展覽公司一般都在做什麼 其實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聽眾朋友可以一起聽 那包含了過去呢在藝術展覽有很多種形式 我們大概有什麼樣的展覽在這邊發生 我們的展覽的類型呢 其實藝術它是我們的藝術分兩個主要的領域 一個是展覽一個是演出 那展覽的類型就有好多種類型 有所謂的原創主題的展覽 就是原創IP的展覽 比如說過去我們展過的顛倒屋 顛倒屋的這個特展 也有攝影影像的紀錄展 比如說我們今年6月的時候 我們即將要舉辦普利茲獎新聞攝影獎的80周年 總共有100多幅的得獎的作品 要在華山演出展出 也有所謂的藝術化作的 像這次的天才達利展 像之前所謂的莫內展 還有米羅展等等 這個是屬於藝術類的 但也有古文明類的 古文明類像我們在16年在故宮辦大英博物館的館長 那一次來了五聚木萊儀 那麼也創下很多的觀賞的一個人數 那也有當代的藝術設計 比如說我們在年底要辦美國的鬼才導演 提姆伯頓的特展 那另外也有所謂的新媒體的互動 像剛剛主持人提到的Teenlab 還有我們今年在暑假 會辦一個Orch的AI多媒體大展 這也是2020年的南港的白奏之夜的巨石鎮 巨石鎮的主展品的藝術家 那另外當然也有科普類的 像恐龍等等 還有動漫類的 那也可以跟各位觀眾朋友透露 就是我們今年暑假 即將要舉辦鬼滅之刃的特展 現在最紅小朋友最喜歡的IP 對那之前的航海王 好的第一次來台灣的首展 大型的首展也是由這個時宜來舉辦 那另外我們現在在舉辦的企鵝展 40週年特展也正在科教館舉辦 就屬於這個娛樂類的動漫類的 人物類的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展覽的一個類型 從剛剛董事長提到的展覽類型當中 各位聽眾朋友可以發現 不管是從小朋友學齡前兒童 到99歲的長輩 其實都可以參與藝術 而且藝術是一個世界之窗 幫助我們了解更多元的視野 那接下來在廣告之後 我們要繼續了解的天才達力展 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色 可以吸引這麼多的觀賞人次 還包含了其實我聽說 台北市長柯文哲市長 他昨天也親自的到場 到底達力有什麼樣的內容 跟不一樣的評價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傅 vị util速的奪해야 從畢業來說 讓我來按下 製作將 監製作為 35V 最後三次頭 5蛊週指揚 大道頂上 15路第一排 輕飛F9價 一定下300米 首部48相奇 轉隊 裝潢輕鬆買 有人說他看拼骨長大 拼骨很久了嗎? 拼骨很久了 你沒看過 這是一個無聲卡通啊 有記得 他就 不是 他是用拼骨還有語言 喔這是語言是不是 那個語言是 所有人物的語言都是一個老先生配的 而且他是連他的動作的聲音都不太配 所以拼骨在走的時候 他在後面配音的時候 他是在那邊瞧瞧 所以是真的有擬人化的聲音表現 然後那個語言是他發露的 所以他有他的那個拼骨語 所有的語言物語 所有的那個角色啦 角色的聲音一直跟那個 都是他發出來的 所以在我們的展覽的現場 有看到這個聲音 好好笑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買週邊商品 喔對 他賣得非常好 因為他IP蠻強的我覺得 就是 可是你收藏的概念來說他一定蠻強的 對 他的商售賣得很好 對 平均客單價 可以買到三百多塊 客單喔 喔客單 你用客單 所以一個家庭如果是三個人居 那就是一千塊 那就是一千塊 還不錯 以上廣告由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提供 你們夏竹丁是什麼時候開啊 夏竹丁是3月23號 喔也很強 其實2月5號已經開了 但是他的餐廳的部分是3月23號 嗯嗯嗯 3月10號是營運啦 那他現在在展覽 夏竹丁 李前朗教授的古建築手稿 喔手稿 對 愛人啊其實很簡單 同心智慧愛心捐款專線 02-2370-9191 2370-9191 2370-9191 POP大王 King of Pop You 對就是你 快來POP Radio的臉書粉絲團按個讚 才不會錯過所有的藝人動態 以及好康活動 快來跟我一起按個讚吧 我是POP大王維里安 欸那那個Vegan的是在哪裡啊 舒食餐酒館是不是 舒食餐酒館是 舒食餐酒館就在下竹丁啊 喔就下竹丁 只到新的餐廳就是舒食餐酒館 OKOK好 對 那我們都講舒食餐廳啦 喔舒食餐廳 好 沒有問題 各位聽眾大家早安 歡迎鎖定POP撞新聞 我是劉姿玲 今天早上呢 我們請到的是10億多媒體的董事長 黃文德黃董 來跟大家一起談談 藝術經濟在台灣的發展 以及未來的展望 那當然最近呢 其實從2022年開春 1月開始 大家比較關注的 即將要持續展覽到4月份的 就是我們的天才達利特展 那達利呢 其實是來自於西班牙齁 他這個主義叫做超現實主義 那過去可能在歷史課本 或者是藝術課程當中 大家對於他的這個解釋 還有呈現的方式呢 都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呢 畢竟超現實是一個 比較無法理解的領域 那當然大家也會有很多 不一樣的詮釋 所以董事長我們來講講 目前天才達利展 其實當初要引進達利來台灣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那當然其實為什麼會看準 台灣人在藝術方面 對於達利是比較有興趣的 是 達利其實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呢 就已經在台灣辦過他第一次的展覽 那一次的展覽呢 總共有26萬人來買票入場參觀 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人數 那達利為什麼受歡迎呢 因為達利呢 他是一個當代 近當代啦 因為他是1989年才去世嘛 所以等於是在很多人在學習藝術的過程 或是了解西方藝術的過程呢 都會了解到這個西班牙非常傑出的一個藝術家 那西班牙呢 其實大家所聽過三個很有名的藝術家呢 都在西班牙的加泰隆亞地區 就巴塞隆亞附近 一個就是比卡索 一個就是米羅 一個就是達利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號稱就是我們一般會把稱叫西班牙的三傑 就是藝術三傑 但是達利跟另外兩位又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達利的興趣非常非常的廣泛 那他自己認為他是天才 所以叫天才達利 所以叫天才達利 但是他自己又認為他是瘋子 瘋子 他說他曾經講過一句話說 我跟一般人 我跟瘋子的差別 我跟一般人的差別就是 我是一個瘋子 但是我跟瘋子的差別就是 我不是瘋子 我不是瘋子 所以他呢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人 所以他的創作呢 各位可以看 他十五歲的時候 就畫了一幅非常非常漂亮的油畫 那十六歲又畫了一幅 當然一直畫 但是我們這次的展場裡面呢 就會看到他十五歲跟十六歲的作品 那個作品的值跟量是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完全是超乎一個年輕畫家可以表現出來的內容 那另外在整個他的創作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受到幾個影響 第一個是他歷經了這個二戰的時代 二戰的時代 第二個他歷經了西班牙的內戰 西班牙內戰 那再來呢 他也歷經了一段很豐富的感情 他的整個創作的過程裡面呢 就煩惱這整個過程在發展 那各位知道就是在 因為戰爭的關係 他必須移居到歐陸 必須移居到美國 跟著他心愛的太太 那也是因為他的這個太太呢 年紀大他十歲 而且是一個人妻 他是愛上了別人的老婆 但是他這段這個感情啊 事實上不被左邊的人所支持 所以一直到六十幾 他三十幾歲認識他太太 一直到六十幾歲才結婚 但是這段過程一直在一起 甚至在整個戰爭爆發之後 他們到紐約去的時候 他太太都一直跟在他身邊 所以他整個創作的過程呢 在他這個成長的歷史裡面呢 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眼鏡 就是一開始當然學習畫 畫出他想要的東西 這個是印象派 那再來呢就會進到這個寫實 再來就進到這個所謂的超現實 那超現實呢 什麼叫超現實呢 就是 好各位可以把它想到 我們現在講的元宇宙 元宇宙就是我們去想像 未來的世界是長得怎麼樣 以及這個未來的畫面會長得怎麼樣 那達利就是可以呈現出我們所想像不到的畫面 他可以把這個一個人的不同的部位 用不同的意象去組合起來 就看起來其實像一個人 可是你近看他都是不同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展場裡面有一幅畫 看起來是兩個人 兩個女生 但是實際上你往近看 根本就是兩個人坐在鼻子或者是嘴巴的位置 而他的頭髮其實是後面的一座橋 但是你遠看他組合起來 就是一個女生的圖樣 那昨天柯市長在現場的時候 對一幅畫 特別特別看了特別久 他一直還是想不通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達利有一幅畫 是在畫他的太太 在看海 但是是 是一個 就是他太太並沒有穿衣服 是畫他的背面 但是他在看海 但是那個布景布完之後 你從20公尺的地方看他的時候 他就是美國總統林肯的相片 對 所以我們特別幫柯市長拍了一幅相片 就是他跟這一 他一開始他其實沒有 完全不知道那是林肯 他一直在欣賞那一幅畫作 就是一個女人背影 然後看海的畫面 看海的畫面 那麼後來我們請他站在畫旁邊 幫他拍了一個照片給他看 他發現怎麼騙林肯 然後他就在那邊來回走來走去 這個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 他一直想不通 一直 他一直被那一幅畫吸引 一直沒有走到下一幅去 因為柯市長可能也覺得他是天才 他應該要理解達利的領域是什麼 是是是是 我們昨天其實也很好奇 就是啊如何 這兩個天才 天才的視野 看到的天才是什麼樣子 所以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他昨天在現場 待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後來當然他也很樂意推薦給我們大家去參觀 另外一個是 達利在畫作的過程裡面 也受到了這個當代 就是當時的核子爆炸的影響 就是當時的廣島核彈投下去的時候 他其實 他就產生了一些興趣 對核分裂產生了一個興趣 所以他也畫了一些跟核分裂 跟科學有關的這個作品 那更而言之 更更進一步 他甚至畫了有關DNA的作品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一般人在看達利來講 他其實不大容易了解達利 但是也許你到展場看了他整個這個創作的過程 你就會知道說為什麼他叫天才 因為他興趣實在是太多元太廣 而且他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很大位 那還有一個作品是特別要講的 就是這一次剛好是 但丁四世七百年 那但丁是義大利一個很有名的藝術家 也算是義大利的資產 但義大利呢 各位知道義大利就是文藝復興的重鎮 所以的藝術作品都 在義大利他們都認為他們是歐洲的心臟 那當時在丹丁誕生七百年的時候 達利是西班牙人 他已經在藝術成就上取得非凡的成就 所以義大利政府就邀請達利 針對丹丁所神曲總共有100篇 從序曲 然後地獄、戀獄跟天堂各山 三篇總共100篇 創作100幅版畫 那這100幅版畫呢 達利就開始創作 因為很多人畫過淡丁的畫 但是都是比較是屬於寫實的 但是達利是用超現實的畫風去呈現這個100幅的畫 後來義大利政府為了這個事情呢 廣受國內 就義大利國內的藝術家的批評 批評什麼 你怎麼去找一個西班牙的藝術家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後來義大利政府並沒有完成這個事情 但是彈丁還是繼續把它畫完 而畫完了 對不起 達利 達利繼續把它畫完 那畫完這100幅就變成現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資產 這100幅呢 就在我們的展場的現場 所以 如果你了解彈丁神曲 彈丁神曲就是在講 我們華人的十八層地獄的元宇宙的概念 虛擬的 因為沒有人真的到過地獄 沒有人去過 或者說去過他沒有辦法複數當年的情景 對 他沒有人去過 所以他寫的文字都是他想 我們認為是 他是說他去過啦 所以當然我們認為他想像 很多人覺得是想像的 是想像 就是不同的解釋 可是因為彈丁神曲後來就形成西方的生命觀 對 西方的生命觀就是用彈丁神曲去演繹去解釋的 所以 當達利把它畫出來之後 他就取得極大的藝術成就 那剛好 今年是彈丁四世七百週年 所以我們今年在這裡辦這個展 特別有意義 彈丁神曲的一百張 如果你仔細看 每一張後面的故事非常的巨大 那個資訊量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很多的藝術外號者 去看達利長 是看兩次三次四次的 為什麼 因為他每看了一幅 他就再回去更了解彈丁的故事以後 又再回去再看 所以這個看了好幾次之後 越看越深入 越看越深入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展覽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資訊量幾為龐大 那再講回彈丁跟達利 其實他們都有一些 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就是說 他們都愛上一個 不該愛的女人 彈丁愛上的女人 藝術家性格 對 跟達利愛上 就是以當時來講都認為是不應該愛上的 可是他們兩個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 彈丁 一輩子都沒有娶到他的老婆 但是達利有娶到 而且 兩個人一直一直 非常恩愛的在一起 所以 所以達利跟彈丁呢 他們是有一個很強的連結 這也是為什麼 達利 雖然義大利政府終止委託了 他還是繼續把他畫完 而且取得極大的移速成就 所以這次我覺得 我們其實很幸運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才能夠把巴塞隆那地區 好幾個館長的作品一次借出來 其實當初是覺得說 哇疫情好像阻礙了很多 本來展期的這個規劃 但沒有想到因為疫情 反而我們可以借更多 珍藏的作品到台灣來 對 昨天柯市長在現場說 這個我去達利 去巴塞隆那的時候有看過幾幅 但這次看的更完整更多 所以他也準備非常非常的開心 是 所以其實在台灣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在各個藝術展覽當中 其實可以拓展自己的視野 那當然 剛剛聽董事長講了這麼多 關於藝術層面的小故事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對於文學藝術 也可以多方的了解 可能對作品會有更深刻的印象 對 因為在 我知道很多 包含了我們自己去的這個觀賞者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學校機關 這個單位都是希望可以提升他們的藝術素養 所以是包廠去的對不對 是 是 很多很多單位都包廠 包貴賓職業 他們單獨來欣賞 那 達利其實 如果各位有看Netflix的這個 就會對他的這個鬍子 有印象 就是有一個 Netflix的一個片叫做子房子 那個搶銀行的那些 所戴的面具 其實就是達利的面具 是 那大家對他印象可能是這個 但是 我們稍後回來 他這個時間會強制 對 要進廣告 你去看過沒有 我還沒有 你要去看 對我要去看 因為到四月嘛 我們不要人擠人 我覺得台灣有一種現象是 沒有你到四月的時候人會更多 真的嗎 大家是這樣子在看展 對 藝術展都是這樣 要觀展之前趕快去看 對 因為你 你 你 藝術展很多人會買預售票 他就會覺得不急不急不急 可是你時間 你時間到 他就 他就結束了 對 然後到後期人會越來越多 因為口碑越來越好 所以有看過的人會越來越分享 對 而且會二刷三刷的其實很多 好 我們等一下可以先講一下 衣服 跟面具的事情 然後講完就可以開始講 策展的這種大小事 遇到的困難 對 就可以講一些策展跟經濟有關的 那我們因為 我們是比較偏財經 所以我們會講一下商業模式是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延續 十五來了全都修好了 最後一排我們再來講 那個新的行物所跟下族 對 對對對 那些虎來了 嘴上無毛 辦事不老 頭頂無毛 一拼鼓應該都是小朋友在看 對不對 還有恐龍 我看恐龍很多人看 對 我看你們飛速非常 恐龍非常多人 對 嗯 而且我們這次有做了一個 那個 你有看到他給你的資料 就是一個恐龍 恐龍的體驗展 體驗喔 對 那個我剛問叫做什麼 你說恐龍就在你身邊嗎 你說恐龍就在你身邊嗎 穿越時空恐龍一驚冒險 有沒有 那是什麼 充合劇團 你有看到那個嗎 有四隻恐龍嗎 有有有 有 這個是會動的恐龍 我知道他們 小朋友就 在裡面操作的恐龍 然後他會發出聲音 然後會有這個動作 會跑到你身 會跑到你的面前嚇你的那種 嗯 嗯 我知道小朋友就很開心啊 又覺得有互動性 對 他比如說他會有一個那個 就有些恐龍他是 問不到味道 嗯 就是 他是 靠聲音 嗯 靠聲音 去辨識有沒有 有沒有人要不要吃 嗯 所以 劇場在演的時候 就是有這隻恐龍 就跑進來 跑進來就告訴小朋友 等一下進來這個恐龍 你不能發出聲音 你把聲音他就會吃了 但會不會吃掉你是大男子 對 瞬間就是 他走到哪裡 他嚇死了 他不敢發出聲音 哈哈哈哈 非常有趣 有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2月25號星期五 歡迎去鎖定PubRadio撞新聞 我是劉茲林 今天早上呢我們來聊聊藝術經濟 那非常榮幸我們請到的是十億多媒體的董事長 黃文德 黃文德黃董事長 黃文德黃董事長 其實上一個階段呢我們聊到了天才達力展 那過去 剛剛黃董也講說 欸在Netflix上有一個這個脂肪籍 大家可能曾經看過 其實也跟達力有點關係 是 因為脂肪籍這些搶銀行的盜賄了 他們都是達力的愛好者 所以他们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的真面目的时候 就戴上一个有达力胡子的面具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搜寻一下更多的资讯 看的时候就更有一些呼应的效果 当然他这个面具也是经过授权 这也是艺术经济的一部分 对所以我对于艺术经济蛮好奇的 因为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小时候了这个学美术 家长就会说你如果选这科系以后 可能没饭吃 做设计台湾可能又不流行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有感受到 其实台湾最近艺术能量是越来越蓬勃 那大家对于艺术的接受度跟需求 也真的相对的提升 我觉得艺术展览其实有带来很大的功劳 但是过去在这个策展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我们要把一个展览带进来 刚刚董事长有讲到 光是达力展的保险金额是高达 27亿元 可是这可能还不是天价对不对 过去在策展有什么难度或者是必须具要解决的问题 是 策展第一个要解决的如果以像 但我们刚刚讲过有很多种展览的类型 但是以像这种国外的主要的美术馆跟博物馆的艺术展的这种等级 增基的艺术展的等级 最重要的困难应该是信任 所以十亿多媒体长期以来因为耕耘这个市场 所以得到世界各主要的博物馆的这个信任 所以他们才愿意把这个作品借给我们来展览 事实上你看这些作品 它都是增基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损伤 有任何的保护不完整等等 对他来讲都是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目前在台湾展览的这个历史当中 应该没有真的赔偿过任何增基的问题吧 其实有 其实有 其实有过一件 那是在很久以前 对但是这件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所以说对这种展览来讲 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一般谈这个展览 不会是今年要展的展是去年谈的 一定是三年前四年前就要签约完成 哇三四年前就要开始规划 就要开始规划 然后这个规划呢 就不断的来来回回 包括场地要确认 包括展品的要确认 包括展成的主题要确认 这个其实要有一段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每个展览都会有一个策展人 这个策展人就是在承担这个事情 那整个策展人呢 一个展览成不成功 策展人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策展人等于是 他要去把他的艺术画作 艺术品呢 用一个叙事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所以像我们这次达地的策展人 跟整个展场所呈现的样貌 跟内容 跟展示的方式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那么在整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艺术的展览 其实就是一种体验经济 所以说我们如何让观众 第一个吸取观众的注意力 第二个到观众里面产生 我们想要传达给他的讯息 他能够完全接收 那第三个他能够产生连结感动 进而促进消费 所以展场的营收 大概会有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当然就是票箱收入 就是门票的收入 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 展场现场的纪念品的贩售 周边商品 周边商品的贩售 那当你产生感动 产生连结之后 他的周边商品的贩售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 所以举例来讲 像我们在 现在在 这个 科教馆办的契鹅展 跟我们去年在科教馆 科教馆办的这个 TOMICA小汽车的特展 那这两个展览呢 就很邪恶 这两个展览就是说 一个家庭进去呢 基本上都要 带几个小朋友 就要数倍以上的小朋友 才能出来 那个超票上的小朋友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因为 尤其是小孩子 他体验完之后 他必须 必须带回去 否则他 他不会想要离开的 他不会放过爸妈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艺术 就是周边商品的贩售 那第三个就是 所谓的企业的赞助 因为国内有很多 很优质的企业 会赞助艺术的展览 比如说 像我们这次达理的特展 就是中国信托金控 他这个赞助我们 一笔很大的经费 那当然他赞助我们以后 我们也会让他的卡有 有一些这个 有售票的折扣 优先的权利 对优先的权利 还有折扣 买周边商品 跟售票的这个折扣 那当然在第四个的营收 就是所谓的企业的包场 包场就是贵宾之业啊 或者是特定时段的包场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收入 所以大致上会有这几个收入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台湾在华人的策展圈 这一块的能量非常的高 质量都很好 所以还有一个收入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介收入 就是当我们把一个好的展览 这个做得很好 被看到 华人很多的城市 就东南亚很多城市 看到之后 他会希望通过我们的协助 去取得这样的展览的资源 那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再辅导他们 再把这个权利呢 再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类似中介的收入 所以整体来讲 大致上呢 他的收入会是有这些收入 但是因为成本其实也很高 一个展览像 达利这样的特展 一个展览的成本 大概要四千到五千万的成本 所以这个成本都会想说 展品本身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保险的保额 但是因为展览里面 他会有一个几个大的支出 第一个当然就是借展费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场地的 展品的运输 运输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 你们现在大部分都还是走空运 还是穿运 都是空运 因为其实很危险 所以一定要走空运 对 一定是走空运 而且展品暴露在外面的时间越长 他的风险就越高 那再来当然就是 我们还会有所谓的场地的租金 然后场地的使用费 还有场地的布置费 就是硬体的钱 还有现场的人力的运运的费用 所以整个成本结构是 是大致上有这几大项 对 我小小总结一下 因为刚刚董事长其实讲了这么多的项目 总结就是 这个四五千万事跑不掉 那尤其是在保险的费用 又是上亿元 光是达利 这27亿的确是蛮惊人的 但是我也好奇说 其实台湾过去在经验输出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这个经济模式 过去大家也说台湾的运输包含了高铁 也做得不错 很多东南亚国家也的确在询问 台湾的经验输出是可以有一些盈利跟商业模式的 所以其实在主题的选择上 董事长我们可以讲一下吗 其实刚刚讲的这个策展人非常重要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看生意的眼光就要非常精准 我们要怎么去找一个大家会想要看的展 尤其是主题的选择 是通常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主题的选择 这个就是牵涉到商业判断跟很直观 就是说当然我们对市场都有一些研究考察 跟历史的资料 那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展览在不同的国家 我们当然会去考虑他在各个不同国家 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基本的一个市场 还有基本的这个数字 基本的参观的这个数字 那我们也有一组团队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在看展览 在看展览 这样听起来蛮幸福的 这员工就是一直在外面流浪 可是是在走艺术的这个旅游行程 是是是是 那我们看的展览主要都是看特展 特展不是长设展 好 这个特展跟长设展的区别 也要请董事长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 长设展就是一般的博物馆美术馆 他会把他的展品不断的 就是长时间的陈列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呢 是 是 是 我们就叫长设展 那特展就是说他某段 他会针对他的所有的展品呢 去搭几个主题出来 然后再把他组 再把他从不同的展区拉出来形成一个主题 就变成一个特展 所以特展的特性就是他时间是比较短的 他是有一个特定主题的 那么比如说大英博物馆的馆场展 这个我们当大英博物馆那么多的展品 当我们把它引进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选定一个主题是木乃伊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特展叫做埃及古文明展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针对金字塔的所有的故事 把它再结合起来变成一个金字塔的特展 那这个就是比较有主题性的 比较有主题性 那这也比较符合观众的带入啦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看故宫 故宫你看三天三夜可能都看不完 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是故宫的书画特展的时候 我们把那三幅 最重要的那三幅画拉出来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聚焦的主题 那在依据那个去衍生 去把所有的展品把它聚焦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我们就要特展 那特展的话呢 就是他比较能够移动的去巡展 不管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 你过去去博物馆或看展览的时候 常常会带一些周边商品离开 那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 周边商品其实是要付出很大的成本的 其实因为智慧产产权权还有IP的概念 现在在全世界非常被大家认可之后 我们东西要输出都要有所谓的版权 所以过去我们在这个商品研发上面 成本是不是也会相对的提高 商品研发成本 其实艺术品的版权是从一直以来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当我们在取得国外的授权去办这一批 这次的展览的时候 他也同时授权我们的艺术品的开发 在展览的期间的艺术品开发跟贩售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是国际间的一个通力 就是说当你取得授权的时候 其实就取得了这方面的一个权利 所以但如果你到展场去买的 当然就是一定是一个已经取得 已经是有版权的一个艺术作品 因为以前在我们小时候年代了 我知道就是书局都会卖很多贴纸 但事实上他可能都是列印下来 复印下来的 可是现在大家会想要买正版的商品 所以其实在特展或者是这个所谓艺术展览的时候 会特别带一些喜欢的东西离开 对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观察到很有趣的现象 也是艺术经济要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稍后呢 其实在下一个节目的阶段 我们要继续来讲的是老房子的新生运动 那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过去这一科市长好像对这方面非常的投入 那我也有幸参与过文化局跟十一多媒体 在我们这个乐福丁老房子 大家重新来观察 而且来巡礼看看过去日志时期的观色 跟当时人类的生活 还有包含了现在饮食文化 如何结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其实等一下董事长可能还要分享的是 包含十一有几个据点 今年会在老房子推出来 对因为我们十一除了做展览跟演出之外 还有一块很大的业务就是做场馆的经营 那这个场馆的经营 我们不是经营一般的场馆 我们是经营全民共有的场馆 所以我们目前所经营的 比如说像大道城码头货柜市集 以及接下来马上要开幕 六月要开幕的关渡码头的货柜市集 这个都是属于水利处的资产 那他委托给十一来经营 另外还有很多是属于我们文化局 在台北市大概有四百一九十六处的历史建筑物跟古迹 那这些古迹经过大量的经费修复之后 它都需要被活化 因为古迹就是现在反正里面也没住人嘛 那它又是一个修好的房子 又是一个很有味道的房子 所以它就需要被活化 所以十一也有一块专注在经营这些老房子的一个活化 那当然包括所谓的一号两长 包括勒普丁 包括现在的爱国东路三号的这个行务所的官设 它都是属于这种原汁原味的这个日式房子 那每一个房子呢 老房子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是有历史 好这个历史我们稍后呢 带您一起来了解 大概六分嘛 六分钟 对然后我们可以讲 这个 我觉得讲行务 这个叫什么艾珊 艾珊 艾珊最近散开了吗 对艾珊 定位什么 很可怕 是不是 还没有行销 对啊还没有行销 今天要顺便行销一下 对艾珊 我去讲一下艾珊跟新竹好了 对不对 新竹算是夏竹丁 对好好好 新竹那个是警察宿舍 好 艾珊是行务所 艾珊是行务所的官舍 好 可以大概讲一下行务所官舍是谁住 就是以前行务所在干嘛 对对对类似 不要讲很长 但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对 有听众说 元宇宙的概念 是不是不需要坐车到展场看展 可以不需要 但是感受不一样 我觉得感受不一样 对对对 大家还是喜欢实体的概念 对对对对 但是他的 他像你那个展品 淡丁的作品 你没有到展场看 你在书上看 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不然你在电脑打开 全部都可以看到 对 可是展场现场看的那个线条 光影 还有层次 所以应典很重要 包含了光剑跟展彦的这个空间 对对 还有展场的故事 像我们的 因为他三篇嘛 地狱 你知道他那个故事嘛 就是西方的宗教观 就是人死都要下地狱 对对 不管是谁 但是他有一种人是不能下地狱的 就是没有信耶稣的 对没有信仰的人 没有信仰的人就好 你就被奔内掉 对 那下地狱呢 他就会开始审判嘛 审判依照你的 因为地狱是一个螺旋转 对的转到最下面 那依照你的罪行去决定 你要下地狱层层居 那审判的人是谁 就是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审判官 他背面呢 会长出一个尾巴 嗯 那个尾巴就是 你 顾你话的时候 长出几节 你就下地狱层层 哦真的吗 他尾巴会伸缩 那你像这个 你没有到展场去看 你也不知道啊 对 然后 审判完之后就下地狱 下地狱之后 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然后呢 他会有几种原罪 这个罪如果你犯了什么罪行 你就要得到什么罪 相应的处罚 相应的处罚 对 这个过程完之后呢 你就在地狱里面轮回嘛 他轮回很久很久的时候 就到练狱点 对 那另一天呢 我们又称禁戒啦 我都好干净的禁戒 禁化你的罪行的过程 就在那里 就是你要开始修炼嘛 对啊 反正都要凡的 对 行事作用 对 佛教其实有 最后在烈狱篇33 33晚再到天堂 可是你看我们在展场来 地狱篇那个氛围就是好 你要进地狱 就是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 有个红色的那个 然后到烈狱篇的时候 就是慢慢看见希望有蓝天 那所以背景就是蓝 那天堂边的时候 就是金黄色 要上天堂了 所以呢那你 你没有到现场看 你怎么会 是就没有那个感受 没有那个感受啊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刘兹林 欢迎锁定pop状新闻 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是 我们十亿多媒体的董事长 黄文德黄董 最近十亿呢 在台北跟新竹的老房子 日式官社 还包含行务所 有非常多新的发展 尤其结合了 诶这可能要拿下 米其林的新级餐厅的主厨 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 然后地点又在哪里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 来分享一下 好各位听众 我们在爱国东路3号 就是现在在中正纪念堂的旁边 南门中纪市场旁边呢 有一个行务所的 首长的官设 什么是行务所 可能要跟听众朋友 来解释一下 行务所就是台北监狱 那日据时代叫行务所 那这个行务所呢 现在你去看 它是一片大草地 那可是当时这里 关过罗浮星 就是抗日烈士罗浮星 关过蒋味水 关过赖河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时很多的台籍精英呢 都是被关在这里 甚至他当时 罗浮星是在这里行刑的 那我们所有的台北监狱 这个拆除以后呢 是保留了几栋行务所的官设 那其中的这个官设呢 是当时的副典域长所居住的官设 那我们现在呢 文化局委托给10亿来经营之后 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一个 非常有历史的一个 历史气味的一个建筑 我们叫自由的会所 自由的会所 那成为一个 一个很有历史典故的一个餐厅 那这个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 因为当时呢 他有一个警卫室 有一个有一个房屋 屋设 那因为这个警卫室呢 跟屋设呢 我们我们就做了一些改造 那这个改造 当然都是不动到建筑的一个改造 不让它空间精神重新做配置 所以我们就发展成一个很精致的饮食文化 一个Fight Dining 的地方 是希望成为台北的一个地标 让所有的人去透过这个地标 去了解这段历史 所以我们只设了14个座位 14个 那这也太少了吧 然后把大部分的空间能够保留下来 让民众可以这个去感受 那我们除了用餐的体验之外 我们还有定时导览的体验 这个定时导览的体验 它就是很有趣 就是我们会去导览这个 这个整个建筑的历史 跟整个行务所的历史 跟这中间所发生的 发生的各种人事物的一些 一些有趣的事情 跟一些深刻的事情 所以未来我想 它也是会变成一个台北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所以目前在这个开放的时间 是只有晚餐的时间吗 只有晚餐的时间 因为其实Fight Dining 它因为我们整个 整个套餐的设定是19道菜 然后有搭饮品 所以它的服务流程 它都是现场制作的这个料理 所以服务的流程是比较 体验的流程是比较长 而且因为我们体验的过程 除了用餐之外 还有环境 还有整个空间的氛围 还有历史的讲述 所以它会是大概 大概要比较长的体验的时间 所以没办法一次做两个餐期 那午餐也不大适合体验 因为灯光 因为整个空间的氛围 在白天跟晚上是不大一样 所以白天就适合导览 晚上适合用餐 然后听说现在定位也是非常满 虽然只有14个座位 但是还没有宣传 就已经轰动了很多 Fight Dining的生活圈当中 我们也很讶异 因为我们其实都还没有 正式announce这个事情 那么目前 据我们同事告诉我 这个三月份的定位 好像已经到九成了 三月份已经到 还没三月 我们现在才二月份 所以其实另外一个点 这个新竹人也在期待的 就是说新竹的警察官社 好像目前也是十亿在经营 是新竹市有在南大陆 有两栋警察官社 是文化局已经修复好了 那另外会有两块大草地 加起来大概有一千坪左右 那还有一个空间 是未来可以让我们再盖 一个两层楼的 所以我们整体的布置 就引进了三个机能 第一个是展览的机能 我们在南大陆145号的这栋树 我们做一个展览场 那目前正在展 李前朗教授的古建筑手膏展 那同时也做空间的体验 所以我们跟剧本沙合作 去做这个老栽里面的和服体验 那另外一个166号呢 是会开会有一个蔬食料理餐厅 是一对外国夫妇来开的 他们是崇尚自然崇尚蔬食的 那这个在三月份就会开幕 那空地的部分呢 大概是我们会开新竹的登登庵 就是台北登登庵会下去开 那这个是重新我们会盖一个 两层楼的这个日式建筑 那除此之外在假日的时候 在草皮的周边都有老树市集 所以现在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新竹 是一个很热门的点 那也很值得期待 大家如果各位听众有到新竹 也可以去来 它是火车站的后面 火车站的后门 这个后火站出来的出口就到了 对所以刚刚分享了这么多 其实台湾的艺术文化 真的是越来越蓬勃 所以也欢迎大家 因为其实3月1号 昨天收到那个指挥中心的指示 3月1号是有限度的放宽 大家呢在这个生活当中的 这个口罩限制 所以当然228连假接下来就要到来了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到上述的地点去走走 体验一下更多艺术生活 跟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 有没有一些相呼应的地方 然后顺便也提升一些精神的层次 了解一些更多艺术氛围 还包含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淡丁神曲啊 还有包含达力展等等的内容 好今天非常谢谢黄董事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更多的内容 请您继续锁定黄伟汉的 POP状新闻 幸福